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如何花更少的钱通过正规的渠道在第一时间玩到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说买卡带 卡带现在是380块钱 通关之后还可以出二手 这个是最便宜的 但是这个游戏是在5月12日发售 我们真正拿到手的时间估计得5月底了 所以说不能算是第一时间玩到 我估计还有人说5月2号的泄露版绝对是超第一时间玩到 但是那个渠道不正规 第三个方案是通过港区购买数字碗 价格是499港币 合人民币440块钱 但是价格有点贵 而且不能出二手 日服的数字碗是7900日元 合人民币40点 这个也还是贵 然后下面两个方案是通过认亏券购买 日区的认亏券是9980日元 合人民币515块钱 能换两个游戏 港区的认亏券是649港币 和人民币570块钱 也能换两个游戏 但是港区的认亏券一年只能买一次 今年三月份还能买 现在已经不能买了 日服的认亏券随时都是可以买的 所以通过日服的认亏券购买塞尔达 网络之类是最合适的选择 关键是有个前提第一时间先玩到 具体说一下认亏券 认亏券购买和使用兑换都必须得在会员状态下才可以 我现在这个switch账号购买的是港服的会员 是家庭会员 一年88块钱之前分享过 如果你没有会员 可以购买日服一个月的会员 这个也很便宜 估计很多同学和我一样会有疑问 通过认亏券买的游戏 以后回到港服还能玩吗 还是能玩的 以后没有会员还能玩吗 也是可以玩的 这就是你的游戏 是挂在这个账号下的游戏 需要注意的是 认亏券的使用是有时间的 在一年之内把它兑换掉 兑换两个人天堂第一方的游戏就可以了 平均下来一个游戏不到260块钱 这个相对卡贷来说还是有点贵 但是比起单独买数字版还是更合适的 特别是这种热门大作 那么下面正式开始 我这个账号是港服的 地区是香港 第一步要做的是通过手机或者电脑 在浏览器里面进入任天堂的账号网址 修改地区改成日本就可以了 在电脑上修改之后 回到switch 它会让你重新登录账号 重新登录之后 它会提示商店会显示日文 很久没有看过日文了 好我们进入商店 首先我们来到倒数第二个 任天堂switch的online 浏览商店速度有点慢 而且不稳定 如果你那特别慢或者进不了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加速器 在这个界面 往下走 这个标志 这就是任亏券 9980日元 然后左侧 下拉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日服日趋的能兑换的游戏 以及对应的当前的价格 网者之类是7900日元 这里皮克敏4 6500日元 其实我还想买一个马里奥兄弟 这些都可以兑换 一套券是两个券 可以兑换两个游戏 右侧是购买 右侧购买可以使用信用卡 虽然我看不懂日语 第一个应该是信用卡 第二个不知道 第三个是PayPal 背包 我在港服也看了一下 只有信用卡 没有背包 下面正式开始 我用信用卡吧 首先确认一下你的信用卡 是否有这几个标志 我那是Visa的 输入账号日期和后边那个三位数 好输入好了之后 按加号 确认 然后按这个 通过这儿可以看到 这个信用卡是支持Visa的 藏高追加购入 不管了 直接点吧 这样是不是就购买成功了 我这也是第一次购买 果然是我收到了短信 短信显示 花了9980日元 然后去使用 然后选择右侧的这个7900单 这是塞尔达吧 好 看图应该是 然后使用这个兑换 这个应该是兑换 好 现在购买好了 可以预载了 我现在用的是信用卡 当然也可以用点卡充值 但是经过之前 有过两次不好的封屏 我就不太想用点卡这种方式了 能不用则不用 你不可能确保 所有的点卡充值的卖家 都是用真正的方式来给你充 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也不能说这里面就没有好的 如果有条件 自己有信用卡 或者家里朋友同学有信用卡的 就最好用一下他们的 这样比较稳妥 实在不行 在买那种信用评论比较好的卖家 价格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千万不要在这方面谈便宜 因为之前有过Xbox的100多块钱 甚至几十块钱充三年的情况 Switch充电卡也遇到过黑卡的这种事件 各位可以搜一下